气象大人 每天高跟你好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昨天偏南风 很明显 台北市的最高温度 飙到34.2度 仅次于1966年的 3月7号的35度 是史上第二热的 台北3月高温 如果你有开冷气或穿短袖 表示真的有留意气象预报 是对的 3月出现这样的温度 真的是极端的热 今天白天还是跟昨天 类似的形态 清晨各地的温度 还比昨天清晨略深一些 今天北部22到23度 中南部24到26度 这是清晨的温度 预计今天中午的高温 西半部各地还是有31到33度 上半天仍然要防晒 防晒纵暑 大家留意的是 北方封面系统 在北风增强的情况下 正在东移往南 今天下午会接近北部的海面 下午开始从北而南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中部靠山区 会受到风前不稳定 还有午后热力的影响 将转为有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天气 今天晚上到周六白天 封面云系还有很不稳定的南枝潮 将会陆续通过台湾 大约是云嘉南以北到中部 北部东半部都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那有局部较大雨是出现的机会 尤其是北部的山区 要多留意短时强降雨的现象 那这波封面呢 对台湾影响 因为会在这个周六晚间降雨缓和 周日呢 会剩下迎封面的零星降雨的机会 那这波封面的后面呢 也伴随的较强冷空气 对岸气象单位呢 已经对长江流域附近到南方 包含湖北安徽等八个省 发布今年第二波的蓝色的寒潮预警 那降温超过12度以上 台湾呢也会降温 但是不像中国东岸幅度那么的大 时间呢是也比较晚 大约呢是今天晚上封面会通过 那周六呢 一早开始 东北风会增强 也带来偏凉的空气 温度呢将由北而南下降 那周六晚间呢 到周日清晨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空旷地区 可能会有15到16度的低温 都市呢大概是16到17度 跟今天呢是有明显的落差的 同时呢 周日呢 白天温度各地温度还是比较凉的 北部大约是22到24度 跟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的落差是蛮大的 所以提醒您除了要准备雨具之外 同时也要留意温度的变化 以免遭凉感冒哦 那这波封面走得快 周日一会有一个空档 周二三也有波封面会接近 随后周四五也会有云系会接近 也会降温 可能要周六日呢 才会转好回温 那下周整体而言呢 是一个典型春天的特征 对气象预报人员呢 都是很伤脑筋的天气形态 呃变化很快 同时呢也容易有雨 呃温度呢 起伏是比较大的 很有可能精准的预测 只剩下两三天的参考价值哦 所以您的更新频率呢 可能都比不上变化的速度 建议您要定期更新预测资讯 以上气象游天气风险 彭启明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